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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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回家拿起遥控器 转开的恐怕不是电视 而是网路影音串流平台 根据社交公司尼尔森所发表的报告显示 今年7月美国市场串流媒体的收视率 已增加到34.8% 超越有线电视的34.4% 网路串流影音将取代有线电视的未来 似乎更接近了 串流媒体服务快速增长 滑手机看影片的收视大 并成为传统媒体巨播和网路串流 订阅的兵家必争之地 而Netflix虽然订户量连两集下滑 但依然还是美国境内使用者 最多的串流影音服务 受到疫情影响 宅在家经济夯也让实体电影院业绩面对 兼具挑战 电影事件集团正考虑要在美国主动申请 破产保护的可能性 算风鸣全球的阿唐哥芯片捍卫战士续集 找回了人流 却换不回电影院往日光景 影音世界风水轮流转 串流影音使用比例再创新高 各大平台厮杀激烈 而有线电视风光无限的时代 恐怕回忆不去了 三天新闻 陈斯文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